恐怕只有日本才能拍出这么变态的恐怖电影 让我这个变态看了都忍不住骂他变态 但他又能让无数恐怖爱好者看得如痴如醉 这就是日本恐怖片的魅力 今天咱们继续更新附身的第七集 大学暑假惠子回到了老家 恰好遇到了高中同学大志 于是大志邀请惠子到家里做作 大志从小失去了父亲 现在与妈妈住在自家的老房子里 看得出来妈妈对大志非常溺爱 总是像照顾小孩子一样对他 大志从小失去了父亲 大志刚准备带惠子进屋 妈妈就在后面小声念叨 惠子换鞋的时候 竟然踩了一脚红色的液体 而此时大志的母亲 正满脸诡异地盯着惠子 家里明明只有大志母子二人 可就在惠子进入房间之前 一个干瘪的老太太身影一闪而过 墙上挂着大志一家的祖先遗像 可奇怪的是 就连死去的宠物也被挂了上去 瞒不成还有什么血缘关系吗 家里随处可见大志小时候的照片 足以看得出来家人对他多么重视 两人刚刚坐下 妈妈就端来了大志最爱吃的糕点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惠子的糕点不仅被人咬了一口 甚至还是发霉过气的那种 大志他妈接下来的反应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他快速地收回了糕点 还在厨房里不住地用头撞桌子 整个人看上去像神经病一样 随后又急急忙忙去柜子里找刚买的巧克力蛋糕 惠子提议可以帮他找找看 可就在这时 同时惠子也听到一个声音 母亲更是抱头痛哭还一直在不住地道歉 而大志好像见怪不怪 带着惠子要去参观一下卧室 上楼前惠子看了一眼他的母亲 上学时大志是音乐社团的组长 为了炫耀一下自己的水平 当即就要给惠子弹上一曲 曲子很美惠子非常陶醉 可还没欣赏两分钟 母亲又在楼下开始剁肉 两种声音混在一起说不出来的诡异 过了一会儿惠子想去卫生间 刚刚下楼就看到了一脸凶像的女人 吓得他急忙就要离开 这时母亲却提出了一个非常变态的要求 竟然要求惠子给他们的祖先上炷香 不知道这是不是日本独有的习俗 惠子还竟然莫名其妙地答应了 可惠子刚刚走进这家人的牌位 就听到了很多人窃窃私语的声音 其中有人说惠子长得丑 有人说他没有素质 甚至还有人出言辱骂惠子 总而言之就是配不上大致的意思 看到这里忍不住想说两句 一群被挂在墙上的家伙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平头论足 就你家那孩子的熊样 说不定还入不了惠子的眼呢 活该被早早地挂在墙上 惠子也是见识过世面的女人 她拿起旁边的白布丹扔了出去 白布下面赫然出现了一个人的样子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好多年 这天惠子在咖啡馆里遇到了大致 身边还带着一名陌生的女子 通过聊天得知 女人是大致的未婚妻 女人听说惠子是大致的高中同学 于是趁着大致上厕所的间隙 偷偷地问惠子 惠子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点头说大致的母亲很好相处 惠子又一次听到了那种窃窃私语的声音 在他们不远处的地方 好像是大致的母亲一闪而过